天使报喜 路加福音1章26-38节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 是已经许配大魏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 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 她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她祖大魏的魏给她 她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她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硬蔽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 伊丽莎伯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她去了